在2月24日尾盘强劲回升的基础上,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月25日继续大涨。分析认为,这显示市场对俄乌战争的担忧似乎有所消退。截至上午11点40,道指大涨570点,涨幅为1.7%。道指此前一天曾一度大跌将近900点,但是最终转跌为涨。如果道指的这一涨幅保持到收盘,那么它将创下今年以来的最佳单日表现。 另外25日,纳指和标普500指数的涨幅也都超过1%。财经专家认为,市场的乐观情绪主要是受到25日传出俄方愿意和谈的消息的推动。另外一方面,欧洲和美国都在推动对俄罗斯的严厉制裁,这也是投资者考虑的一个因素。